櫃台店員忙著結帳收銀機的鑰匙從來沒拔過 結果在營業前一名黑衣男走進店裡 趁著餐廳裡空無藝人走到櫃台旁四處張望 思考了一下子就往收銀機靠近 小心翼翼打開拿了幾張鈔票就離開 就是他第一次拿完之後 他有走上去這個樓梯 所以他看完之後可能看 往樓梯這邊看沒有人之後 他又折返回來 然後一樣又開了錢櫃 黑衣男又走了回來 疑似偷得不過癮再次打開收銀機 多拿了好幾張千元大鈔 就怕被發現最後還幫忙整理錢櫃 誇張行徑都被監視器拍下 而他原本是要來應徵工作的新人 然後十點半到了之後 我們其他同仁就是看這位新人都還沒來報到 結果大家就去樓上開始工作 中午結帳的時候 發現錢櫃有少了大概五千一百塊 這名31歲的林姓男子23號一早本該到餐廳面試 卻未準時報到 他到店家要報到時老闆在二樓被撂 他竟然就趁機下手 直到中午店家發現錢櫃少了五千一百元 當下電話聯絡林姓男子 對方卻矢口否認 氣得他們報警處理並提告 才發現他是名灌犯 我在嘉義是有認識一些朋友 然後詢問之下 這個人就是已經是偷竊的灌犯了 結果還是依然能在外面這樣四處應徵 然後四處去偷店家的錢 店家收銀貴鑰匙不曾拔掉 不過怎麼也沒想到來應徵的新人 竟然是小偷 事後嫌犯還持續到處投履歷 店家拋出畫面呼籲其他人偵裁時要提高警覺 警方也已經掌握嫌犯身份追查 TVBS新聞記憲恆如平浩嘉義報導